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泡泡 今天我要读明晓川上学记 耗着这条狗 作者北猫 今天我们要读 全都回来了 3月16号星期一 今天我喜欢的胡子老师 没有来上语文课 因为魏老师喜欢的莫老师回来了 我昨天遇见了一只巨大的恐龙 明晓川我也遇见过一只 我很怀疑怀念胡子老师 因为他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 语文课时莫老师 翻给我们每人一块喜糖 同学们都高兴地吃起来了 只是江小雅没有 他还是无法接受 莫老师结婚的事实 下课的时候 江小雅把这块糖给了铁头 可是江小雅你为什么 把糖给铁头而不给我呢 难道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铁头拿着糖准备吃 我出现在铁头面前 铁头我给你变一个魔法 好啊好啊 是什么样的魔法呢 铁头很喜欢看魔法 我指着铁头的糖说 是一个关于糖的魔法 你把你糖借给我用一用 铁头把糖也递给我了 我指着铁头身后 铁头快看 铁头转过头去 我迅速把糖扔进嘴里 铁头转过来 转过头来 我张开双手对铁头说 铁头你看 我的头 我的你的糖被我变没了 铁头看见我的手 又翻了翻我的 都惊奇的说 好神奇啊 不一会儿 铁头突然明白过来 原来糖被我变到嘴里去了 放水后铁头逼着我给他糖 否则就也不理我了 没办法 我不愿意失去这个好朋友 只好跟铁头来到超市 铁头把花光了我身上所有的钱 买了各种好吃的糖 开心的跑回家了 铁头啊 以后 你以后别再说不理我 就这样的话 我肯定不理你了 穷光大米小圈上家 走 走 去 突然 我只听见了那个熟悉的叫声 米小圈把糖还给我 就不给就不给 汪汪汪 哎呀 是耗子 耗子边叫边摇着尾巴 我一下子把耗子给抱到怀里 耗子 你这些天去哪了 米小圈好想你啊 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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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妈正端着一盘菜从厨房走出来 米小圈回来了 赶紧洗手吃饭吧 等等老妈 你看我把谁领来了 我把耗子抱起来给老妈看 望望望 耗子跟老爸打起了 打着招呼 啊狗 老妈吓了把盘子掉到地上 飞快跑进自己的房间 关上了门 米小圈 快把狗带走 我没有想到老妈居然这么怕狗 老妈偷偷告诉我 老妈小时候被狗咬过 它有恐狗症 这个世界上还有恐狗症 我都没有听说过 我站在老妈的门外说 老妈 耗子是条好狗 不咬人的 那也不行 快把狗带走 老妈 耗子很可怜的 求你吧 我们收养它吧 米小圈 有狗没我 有我没狗 你快把狗领走 领走 老妈真强硬地拒绝了耗子 我在冰箱里拿出一盒肉罐狗 领着耗子走出家门 我好难过 这么晚了 我可以回家 耗子该去哪呢 今天就讲到这边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